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台股開屏震盪整理 當然旁邊上面 如果沒有出量表態之前 台股依然是走一個 橫向的鄉行震盪整理 但是整理的越久 當然強勢的股票是越來越強 5425的台半 那麼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相信從39塊錢漲到今天 你會覺得瞠目結舌 怎麼可以一直每天漲 一直漲不停 但是如果你買到錯的股票 8358的金居 當然過去這段時間不跌停 除了這一天以外 他就跟你跌不停 所以在一個股市裡面 我常常講 多空是一種執念 對不對 如果你在操作的過程 其實 所有人進台北股市 操作股票 就只有一個目的 什麼目的 你是為了賺錢 不是嗎 你不想賠錢 你想要賺錢 所以做多做空 對一個頂尖操盤手來說 他並不是絕對 放空能賺錢 今天空下去明天能跌停板 今天做多 今天買下去明天能漲停板 那個對我來講 意思都一樣 都叫10%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一陣子告訴大家 當你要做多的時候 請你 先學會天積K線 當你要做空的時候 也請你 先學會天積K線 因為現在的台北股市 已經產生質變很久了 所以我說 這一陣子我幫大家整理出來 天積K線 多空轉折型態 就像告訴大家 在新的戰場裡面 不要拿舊的武器去打仗 當別人都在用炮彈了 難道你要拿弓箭嗎 過去台北股市漲跌幅7% 現在變成10%了 所以主力操作的手法 也會不一樣 那麼如果你沒有辦法去認同 技術型態會領先基本面 那麼你今天 就會迷失在指數上面 這一波的行情裡面 經驅之前高檔我空過一次 這一次破線確認我再空 對很多人來講 許老師 這樣跌下來三層 會不會反彈 我說會不會反彈 取決於技術分析跟量價結構 今天你回過頭來看 經驅成交量還有1萬7千張 不得了 那今天進場的人 現在如果說在最低點 表示進場的人全部都套牢 包含那一天跌天板 你進去抄底的 通通都一樣 那原則不變嘛 很多人喜歡看舊財報 對不對 哇不得了 今年前三層賺4塊錢 哇殺到40幾塊 本益比不是只有10倍而已嗎 但是你要注意喔 如果你買的是景氣循環股 請你買在高本益比的時候 甚至本盟比的時候 但是請你賣在低本益比的時候 我相信如果你在台北股市裡面 超過10年以上 你一定懂景氣循環股的意義在哪裡 景氣好之前 那公司看起來不賺錢啊 公司看起來快要倒了 對不對 可是景氣一好 哇每一季每一季都在賺 賺到後面每個人都告訴你說 這個有多好 開始爆量 然後股價開始往下跌 所以當然我昨天預告了 我們在佈局第二波的空單 就是空弱勢股 這種融資還高達上萬張以上的 那麼你要小心它的斷頭波 來所以回過頭來講 今天大盤應該不用什麼討論啦 因為今天是整理格局 昨天就講過了 那麼今天比較有趣的事情 是高價股的部分 我們在10月18號的時候 啟動雨天備案 當然我講過 空弱勢股跟投機股 那個時候高價股往下破線 我告訴你 可以賺百元價差 投機股3518伯騰 46塊6毛錢 今天再破底 這叫投機股 不賺錢 那有些人當然就很緊張 尤其是這幾天震盪整理 那來問我說 徐老師 郁金光 你補在相對低一點 311塊錢 哇大賺百元價差 那這一波你在空它的時候 一直到這天你回補 回補完畢 3406玉金光 居然隔一天漲停板 對不對 那我說你隔一天漲停板 無所謂啊 時間波上面 他來到一個相對的位置 該技術反彈 就看搶弱勢 但是如果你問我要不要搶反彈 我會告訴你 我不想搶反彈 我想找他第六波的空點 但是時間還沒到 但是另外一張股票是我 這一波放空的代表座之二 來6456的GIS 我305塊錢空 在這一天 做了兩趟回補 賺41塊錢 那6456的GIS 最近的震盪整理 很多人講說 徐老師 為什麼 耳後應該會有利多 但是股價 卻沒有辦法往上反彈 那你要注意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很重要 這波我說我為什麼去空GIS 因為外資在相對高檔的時候 開始往下賣 而且是從200塊錢 一路賣賣到379塊錢 再往下賣賣到272塊錢 你知道嗎 到昨天為止 外資本來有4.6萬張 昨天的庫存你繼續去查 剩下103張 對 快歸零了 快歸零了 那很奇怪的是 一個多頭架構的回撤半年線 為什麼 外資要選擇零持股 GIS沒有獲利嗎 有喔 那為什麼這一波4萬多張 全部賣光光 然後我再講另外一個理由 我當時空它是因為 融資一直在攤平了 330塊錢到379塊錢 到跌到270塊錢 融資一路在攤平 那以7張點來看 第二波的融資已經產套了 現在等人家來拉解套 可是問題是 外資又是零持股 那你去想 後面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常常我們在講說 技術型態有領先的道理 對不對 這一波我們在講投機股 當時台股來到萬點 我講華美 你現在看起來是天價 6107的華美 來 今天多少錢 8塊7毛2 我講的時候是48塊3毛5 這個四字頭都不見了 一張股票讓你賠4萬就好 你從頭到尾都不出 10張你賠40萬 那更不用談你有加碼攤平的 所以我們在講 請你要特別記住 當天際K線出現空方巴掘 你先相信技術分析 先不要看基本面 所以我們講說第二波操作啟動 對不對 2481的巧帽 高檔出現閃雷轟頂 地動山搖 空30塊7毛錢 隔一天開低先補5.5% 對不對 那我昨天盤中節目我也講 我30塊7毛錢又空回來 第二趟 尾盤拉到29塊錢 然後呢 今天早上一開盤在28塊6毛錢 我又補6.8% 第一趟第二趟加起來是12.3% 你知道嗎 2481想冒 很多人說需要是 這樣看起來股價沒有動 你居然可以賺12% 我說這個叫手法嗎 當你願意相信天際黑線的時候 你就會有 操作上面的更正 出現空方訊號先空 急殺先補 反燃再空 急殺再補 股價沒有動 先把一根漲停板放在口袋 對不對 所以我昨天特別提醒你 8358的金居 這個故事都演完了 融資開放在這裡 利多放在這裡 爆量在這裡 所以我說跌頂板破年線 他就是標準的空方訊號 跟玉金光一模一樣嘛 整理跌停破線對不對 所以我在44塊1毛錢 選擇空他 當然今天盤中急殺 來到41塊3.5 重點不是跳水 重點他是慢慢跌 我說盤跌最可怕 急殺不可怕 所以空單全勝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問我 那該怎麼辦 那我給你看一張圖 這是金居的周線 這是爆量的地方 這是他的頸線 好 我故事說完了 你該怎麼做 你自己決定 所以重點是 現在台股在高漲震盪 越來越容易找出弱勢股 那麼如果你也相信這句話 多空是執念 賺錢才是真理 我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業 跟著我們一起賺取價差 各位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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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